歡迎收看澳洲生活頻道 我是Alan 我是Jimmy 對不起 維州那邊要不要 不知道 你想要就要 別人以為真的撈亂了名字 其實也不奇怪 因為有一個女生叫Alan Jimmy主要是男生名字 所以我們現在交換位置也沒問題 不是說笑 維州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是怎樣呢 剛剛那個星期二晚 維多利亞州就有一個大停電 因為風暴原因 而最新的消息就是 維州政府宣布有一個補償金 發放給一些有影響的家庭 發放給他們長時間停電的家庭或店鋪 要多長時間才可以有資格申請呢 我相信他們是最少一個星期 對 因為他說現在這個補償金 是由停電之後開始計算 七天開始發放 是每個星期計算的 而怎樣計算呢 如果你是家庭 每個家庭每個星期有 有1,920元的補貼 如果是店鋪呢 店鋪就多些 每個星期有2,927元的補貼 OK 都算是 政府都繼續做些事情 沒有什麼可以做的情況下 就派錢 沒辦法 他們盡力搶救之下 都不能夠 一下子就全都開了 電線乾爛了 電塔爛爛了 真的要整個電塔 重新蓋過才可以拉電 沒辦法 是呀 我相信他在金錢上的補助 對很多家庭來說 都是很有幫助 我看了一個留言 有一個網友 在我們上次的影片 他看完我們說 維州停電 很多網友都說回他們那邊 身處物以本 真的他們停電留言告訴我們 是呀 其中有個網友說到 其實他在九小時前留言 他留言說到現在 他都發現還有些地方 還沒有電 是的 還有很多 那些主要在什麼呢 就是一些country area 比較偏遠的地方 還沒有電 家裡還需要用 generator 來發電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自從上次pandemic之後 新冠病毒那段時間的時候 就因為流行了 會把所有東西都是電腦 給錢全部都打 不用現金 所以很多人現在 身身是不會代錢 而家裡也沒有錢 而那次停電 就是很多人 雜事之間是沒有錢 ATM也壞了 因為按不到錢 這個網友說 十三日那晚 有些人是要捱我 沒有現金 沒有patrol 餐館 所有的損失都很慘重 商場 apartment 全部七黑片 很惶恐 你想給錢吃飯都不行 是啊 而他們說到開車更加驚嚇 因為沒有交通燈 沒有街燈 是啊 隨時撞車 你去到十絕路口 真的不知道過不過好 是啊 而另外有個網友也說 真的因為交通燈沒有了 其實那天早上有一宗車禍很嚴重 也有網友也說回去 其實當時停電時是怎樣 他就說 那天其實真的很熱 但是到了下午三點左右 天天突然轉黑 然後就閃電 趙雨 整個天是暴滿了黑雲 就像我們post那張照片一樣 一樣恐怖 他覺得是恐怖的 這個形容 然後家裡突然沒有了電 然後他先生就馬上打給他 就說現在整個商場 所有地方都沒有了電 沒有了電梯 然後他就說 他自己家裡的大廈 就有一個廣播 就說 現在已經在維修中 盡量可以在九點半的時候有電 但結果 其實最後都去到十點半才有電 幸好他當晚是有電 因為原來這個網友 其實他們也是剛剛移民 過來物以本 很新 對這個環境還是適應之中 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 剛剛來兩個星期 那些東西都沒有買齊 就已經停電了 Exactly 他就是家裡完全沒有任何的準備 沒有遇到會這樣 突然間是沒有水 沒有煤氣 沒有廁所水 而家裡所有的店鋪都關門 自己家裡就沒有東西吃了 因為沒有遇到是這樣 所以這個突發的時代 他們有一個很深的功課 就是要在家裡做足所有的準備功夫 任何時候都會有一些突發的情況 那些準備功夫 就好像我們之前所說 原來你預備一個大風暴的時候 其實要有三日三日的糧食 三日的糧草 還有一箱的東西是用來緊急 設定是一個膠箱 放了一些緊急用的物件 是的 這個的確是我們 如果說從香港過來 我們真的完全沒有想過 以前香港是不會這樣 是不需要有一個大的箱 應急 又不需要儲三日的糧 那來到這裡 澳洲就是這樣的事情發生 是的 有機會看到我們那一段影片 停電三十六個小時的那一段影片 是的 是的 另外還有一個網友說 我們這邊就沒事 他都是密密爾本 但是他說沒事 因為他說他家裡的電線 就是在地上 所以就沒有受到影響 電線乾那些就會有機會打殘 是 新區多數都是走地下的 就是好像香港那樣 你看不到街上 有很多電線乾走進大廈 而那些舊區 譬如昆士蘭 北邊 賀恩斯這些地方 的舊區 都還是看到路邊 在門口前面有一條街燈 不是街燈 是一條電線乾拉來拉去 就走到你的房子那裡 那些一大風就會有機會催爛 是的 不要怪我愚昧 因為我以前住在石屎森林 我完全沒有意識到 自從我們訓練影片說 我們幾個星期停電 我就知道原來外面的電線乾 是有一條電線 是要駁一條電來我家 我才開始意識到 原來我家裡的電線是靠這條電線 住了五年都不知道原來是一條電線 從電線乾走出來 是的 我才意識到是這樣 我就可以想 這條電線其實很幼嫩 風大風吹一吹 其實隨時整個房子沒有電 是的 通常不是被風直接吹斷 通常是附近的樹 或者電線乾給一些東西砸斷 一砸斷的時候 自然那條電線就被它扯斷 或者是拍下來 這樣就會扯斷 是的 所以停電其實沒有多難 很容易會發生 當然那些新區就會走地下 就會多一重保障 另外還有一個網友就說 我相信他也是住在米爾本的 他說他家裡裝了一個 solar panel 之餘有一個電池 有一個電池 也挺大 好像有13kWh 是的 他說停電的時候 這個電池就足夠能夠支援 是的 拿出來使完 用滿足可以传 conhe身 因爲天用快速充足 可以充滿滿足 所以晚上就捱到 那麼多小時可以是可以利用於 享受整天的媽媽 程度就擁有皮革 對 我就補充一下 樣子覺得病人高 rehab 他喊 flaws 用电池来供它夜晚使用的电力 所以在停电期间 它们就不受到影响了 哦 其实只要住在美本的朋友 他家里有充电器 有 solar panel 应该就没有对它造成很大的影响 是的 你在安装的时候 就会做这个工程 当它在 grid 停电的时候 就直接自动跳到 battery 供电给你 就会断开了 grid 让你可以继续有电用 是的 所以另外有个网友就说 你们家里不是安装了 solar 吗 为什么停电你都没有电的呢 是的 这个good question 我们要再说一次 我们又走出来 假装一下 如果只是有 panel 没有 battery 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solar panel 是会输电给 grid 的 如果停电的话 其实它会自动断去 grid 的部分 静到你家里就不会供电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一个安全的考虑 如果你是供电给你自己的时候 它有机会有多电的话 它会供电给 grid 如果这个时候有工程人员 跑去搞你的电灯柱的话 它有机会因为这样而捉电 它会令到那些工程人员危险 所以它的安全措施就是 一停电 你连你的 solar panel 都会停下 就会 shut down 它了 直至你的 grid 里有电 你才会开得起 那我又有一个疑问 就是你刚才说的 没有 battery 就会是这样 如果我家里安装 solar 之外 又有 battery 那停电 那我的 battery 继续供电给我 那如果外面有人做工程 有没有影响到它捉电呢 那如果你是有 battery 的 那其实那个装置 就会有 auto street over 的装置 就是令到 battery 供电之外 就不会去到 grid 里面 所以为什么那位朋友 他有电池的话 就可以继续有电 那就是它也可以继续用 那外面继续续续续 就不会说我有电就电死它了 电死它 即是电伤它 没错 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其实似乎是否我们也值得考虑 装个 battery 因为我们刚刚收到最新消息 昆士兰有一个宝座 给我们买这个 battery solar battery 那这个 battery 是否值得呢 我下集会和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究竟是否值得用 指给大家介绍 但是其实买关子之外 要留一点 那个宝座其实挺可观的 是的 3000元 至到4000元 不等 是的 好像很吸引我 我的眼睛已经有钱了 有钱就有好处 那下一条影片你告诉我 你能打算装吗 究竟它出事由你出街是否值得 那我们下一条影片 再继续说 不过希望物业本那边 即是可以尽快能够恢复电力 虽然你说政府的寶座也好 但是其实 长期在晚上七黑 很慌乱的情况之下 其实都是不舒服 我手上有的资料 现在还有3万户人是没有电的 3万户 这个报导也有说到 其实最多在什么地方 还是没有电的 维州的中部有13000户 在东部有14000户 另外还有98户在北部 希望他们尽快可以回复正常 是的 好了 我们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